今日市政府革大公共化告報公布 監情的家庭負擔是特別進出的公約保護保障 來委託到福利文教基金會設定的項目指揮營利誘利益 開放在三回到六回誘致來負責 問一個人每個月的負擔沒有超過3500塊 到現在九十個名字已經出來了 是今日市第三件的揮營利誘利益 確定在中相當中市的生命公約 在這份區裡面也設有請勤助人提供營利誘利益的開心農場 由好地泰國行家結局帶來起世 集中的精彩表演 帶動現場氣氛 市長會不會和風風有關的貴賓 共同為嘉義七第三件的婚姻利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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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項目子幼兒園來購物 因為風風確定特別中市生命公約 風區裡面設有能夠讓小孩請勤助人的開心農場 市長有民主特別參與婦貴賓 做會在農場裡面製造手 希望未來小孩可以和這張手 同樣做會生長 參觀了整個幼兒園相關的一個硬體的建設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感動 尤其在這裡面每一個孩子能夠天真活潑 在這邊找到自己的興趣而被啟發 甚至他們很有紀律的生活教育也做得很好 我想從生活教育到品格教育是影響他一輩子的 所以我們在啟蒙教育裡面我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每一個孩子就像項目的幼苗一樣 他將來成長他是一個好的材質 然後順著他自己最好的本性本質發揮他的能力 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項目子非營利幼兒園就在北新國中 歡迎所有的家長有機會帶著孩子來看一看 我想不但設備好老師好更重要 這樣的一個好環境期望給孩子最重要的啟蒙環境 自己執政副教育室這次 為他們在幼稚園的貨物時間比較長 每天貨物到的5點 可以依照家長的訴求辦理課後流行 和思考沒有效果 讓家長可以安心工作 幼稚園也優先來教育到幼稚家庭的幼僚 教育的對象比較到講到幼稚園 包括中間收入好的租路 身心中的幼稚 我們住民族的幼稚 結束經過家庭的租路 共同以上身心中的家庭的租路 雙包胎以上 二千二月三十歲的幼稚 還有幼稚家庭 當時又有同胞 兄弟姊妹三的人以上 二千二月三十歲的幼稚 西新新聞長項項王秀山 我們一起吃菜紅白的